《斷章2》 U-Hour加瑪麗正在思考自身的何去何從。 從那次昏厥過去不得已初始化自身之後, 她給自己定立了新的目標,要整頓愚蠢的人類拯救這顆行星。 同時也知曉自己名為U-Hour加瑪麗,是外來的外星人。 或許是因為初始化的緣故,她的弱點也暴露出來,情感自由化。 不再是以賦予的使命為優先,而是以自身的判斷為優先。 結果得到的是她喜歡上了自己認定是好的行為。 在與瑪修與立香的冒險中,協助加勒底的過程裡, 她獲得了很多充實與興奮。 這樣的心情壓下了她身為外星人與地球生物的差異。 視而不見地打算這樣過下去,明明連她自己都不明白自身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存在。 那一日,迪諾斯第一鬥士瓦庫強邀約U-Hour加去看夜景。 雖然是約會必備套路,但是畢竟是經典還是要來上這麼一段。 夜晚那些照明用的火炬會清楚地印出迪諾斯們的影子。 瓦庫強認為那彷彿就像是在宣告現在仍然活著的證明,活在當下的證據。 雖然只是影子,不過總是會令瓦庫強想起生前的老爹。 這讓U-Hour加對於這個世界感到很平靜。 平心而論,迪諾斯的社會的確很理想完美。 能讓鬥士這個直接的瓦庫強認為最隱隱為好的美麗景象是這麼平靜的畫面。 而非鬥士自身的強壯力量美這一點,就能證明這個社會的美好。 不過U-Hour加此時的點色卻很不好,讓瓦庫強感到一陣驚慌。 緊張兮兮的問是不是身體不舒服。 U-Hour加在心中感嘆,這明明是他一直以來想追求的完美世界。 可是自己卻理解想要拒絕這個景象,因為他明白這裡並沒有自己的容身之處。 因為只要U-Hour加瑪莉仍然是U-Hour加瑪莉,摧毀這片景色是必然的。 不過不明白U-Hour加內心苦悶之處的瓦庫強仍然溫柔的向他示好。 瓦庫強覺得U-Hour加就像是小時候在天文台上看到的星星,七彩不規則很引人注目。 他就像是對人示好的狗狗一樣露出了柔軟的肚皮,對U-Hour加露出了心中最柔軟之處。 U-Hour加無法接受這片柔軟,只能付諸惡毒的表面字眼,似退眼前證明溫柔的迪諾斯。 U-Hour加大罵著最討厭的就是蜥蜴了,眼不由衷地豎起偽裝的詞。 讓原本看起來自由、高大、天真無邪的第一都是瓦庫強,留下了寂寥的背影離去。 這就是瓦庫強當初說搞早的還原現場啊,瓦庫強別哭。 U-Hour加的自我厭惡上升到令人作惡難耐,對瓦庫強的歉意更是讓他心情低落。 他知道自己是在亂發脾氣,攻擊性高又是急性子卻沒有勇氣,沒有勇氣向瓦庫強道歉。 這心反意亂讓他又將思緒飄到造成這一切的竹謀,他恢復的記憶。 在看到特斯卡特利波卡時,他終於想起自己出屎花的原因,那傢伙殺死過他一次。 在他仍然記得自己是異星之神的時候,走在奇情異常的大街上,路過的迪諾斯們聊著 立香與瑪修講述的泛人類史雲異聞帶的冒險故事。 那時候U-Hour加總覺得這樣說下去不好,那樣不就會知道立香他們是來切除異聞帶的嗎? 那些迪諾斯仍然在談論著同樣的話題,雖然很想繼續聽下去。 但是獲得愉悅的同時,那些故事其實也背負著沉重的悲傷。 此時的U-Hour加只希望立香他們不知道自己是誰,不知道自己就是異星之神。 如果他們知道一定不會把自己待在身邊,U-Hour加瑪麗正在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 因為如果她不這麼做,這世界上仿佛連一丁點自己的容身之處都沒有了。 於是U-Hour加瑪麗決定繼續裝作什麼也不知道,打算就這麼過日子下去,迎面抬頭見到了朝自己打招呼的立香。 後來的喬丹就是接回先前立香沒辦法正大光明帶U-Hour加去見喬參觀那段劇情。 早上精神滿滿起床的立香,從特別屋口中得知神父的留言。 U-Hour加用拙劣的理由說厭倦這裡了,表示要離開這個引文帶了,很可惜無法見到他們對抗代比特之戰。 身為管家也不能違抗大小姐的命令,與迷途的羔羊商量窗口,嚴峰神父就此憋過。 另外還交代另一件事,把客友留言的木塊遞給了立香,上面刻著。 拯救地球的事情無法幫忙,抱歉了。 看到這裡,立香大敵也心裡有說U-Hour加應該是恢復記憶了。 劍橋上大火也知道了這件事,小文西偵測到了一星之神的確朝地面第一層飛去的蹤跡。 克爾德所長則是推敲如果U-Hour加沒有攻擊他們,那麼想必應該是還未恢復記憶吧。 那麼現在離開的話,很可能是他們這裡的態度過於曖昧不明。 也就是像在排擠他們的立場,克爾德所長感到心裡添堵。 這種事態也不是沒有遇過甚至很理解這種心情。 這實在是讓他的英知尊嚴受到不小的損傷。 卡多克則是失誠,應該是拉斯普經說服了U-Hour加瑪麗。 雖然他也贊成甚至煽動對方這麼做,但是面對U-Hour加那張臉, 心底還是期望那個U-Hour加瑪麗能夠真正的回來加勒底。 高揚斯卡亞也感到惋惜,明明破綻這麼多又很有趣的一個人就怎麼離開了。 本來想說能夠趁著在身邊時分析出以獸靈基築成、奧爾加瑪麗的身體做成的異性之神, 應該可以找到不少難以研究出的謎團、謎底才是。 西勇則是認為現在這種情況反而易於加勒底一方。 船長則是最後做了妥協。 雖然從現在開始就與U-Hour加瑪麗會敵對關係, 但若是對方過來只是打算對話,我方也不會先發自人的優先發動攻擊。 立香與瑪修總算展開了笑顏謝謝了船長。 船長則是態度軟化地表示雖然水手們的技能比自己的少, 不過看人的眼光倒是頂好的。 總之現在就開始久違的加勒底作戰會議。 第一目標是使一星神無力化,並且阻止與ORT的融合。 第二目標是切除南美異文帶,抓住最後的隱匿者戴比特。 不過現在由於一星神的記憶障礙緣故,得做調整。 畢竟除去了與ORT融合的危機, 卻讓戴比特與其從者煙霧鏡得到了利用ORT的機會。 根據先前煙霧鏡的寶具,那毀滅的未來實在讓哥爾德所長難以置信。 戴比特的理智難道是蒸發了嗎?他才是一星神的手下吧? 一星神好歹是打算支配地球,可是戴比特要做的事情根本就是在毀滅行星。 哥爾德所長轉頭就問了勾揚斯卡亞的想法。 光圖根據當時與一星神締結契約時的處事關係, 才察覺戴比特與其他隱匿者微妙的低調態度。 一星神與其說與戴比特有啥觀點不如說啥都沒有關, 反而是一種沉默又謹慎對待的態度,與其他隱匿者的關係並不相同。 換而言之,戴比特是處於一種針鋒相對又無法拿捏的可能存在。 這樣推論下來,就出現了一個很可怕的結論,戴比特也許根本不是隱匿者。 說起來,卡多克也想到隱匿者不過就是他們從框體復活後的自身團體關係。 雖然戴比特毫無疑問是A組,但是他的確有可能不是隱匿者。 當時的卡多克以為隱匿者就像是背叛人理的同盟誓約,不過現在看起來並非如此。 成為隱匿者的條件是必須展示出能夠解決人理燒雀事件的力量, 所以才會有那六次EVE線的模擬路線。 因為其他人很早就在各個特異點Game Over,是隊長一血拿下其他人的復活資格。 除了隊長以外,就只有戴比特一人獨自通關而拿到了復活資格。 最恐怖的是,紀錄顯示戴比特連英靈召喚都沒有, 在沒有從者的情況下解決了人理燒雀的模擬路線。 聽到這裡大火都難以置信。 手撕蓋貼啊,這個玩笑居然成真了嗎? 不過關於戴比特的紀錄還有一條,關於他這個人有所欠缺。 打從一開始,他的思想存在方式就不是人類。 誒,所以我們的戴比特前輩其實還真不是人類? 不是人類的話,就是不屬於人理一方,所以無法召喚從者。 老劍你怎麼看啊,至少你還是人理一方的呢。 此時警報聲不合時意的響起,又到了活動筋骨的時間呢。 調聲並報導… 在想見到嗎? 與我呀,其實致命用安全的益。 此時,那頃情ерг携失我的夢, Vanguard Baggins得傷ья, 吉尾挑戰後面。 és,手,從來賦也很無難。 買家王麗的程? �ו眾召喚秀, 來司機輯して尋回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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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場——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迪諾斯 迪諾斯們慌張的尖叫恐懼與卡瑪佐茲勢力的進攻。 彷彿恐龍版末日喪失,一波又一波的喪失在白日就大幅湧現。 接下來來了個大家夥,是個無腦的迪諾斯。 第四波的由 第四波的巨人 僕の仕事は復職なんだけど。 ま、仕方ないか。頼りにされたら断れないよな。 やるぜぇぇー。 よろしくて。 はい。NSSサービスです。 もちろん、お望みのままに。 那些人的回望 出了 自然而不超少 余所和浩子 拼不足 要不足 狂風 用不足 可憐 決着の時 ゴッズホルダーの証明を 了解 同意します 暗殺 暗殺 大破 キリエグ フィニッシュ キリエグ フラガ ラック フラガ 劉沛! 呼… 現在的移動位置忘記了,我要練習了 西勇看到化成灰的迪諾斯,很是感慨地說 沒想到在這裡也能看到這東西,這是吸血鬼。 被吸血的怪物吸血後就會成為同樣的吸血怪物。 不過一聽到是卡瑪佐茲率領的第三方勢力,西勇又覺得是不是哪裡搞錯了? 因為卡瑪佐茲的記載雖然是冥界的蝙蝠神,殺戮血腥也站邊,但是卻跟吸血鬼沒有關聯。 不過先不論這個差異,原本在這裡幫忙的迪諾斯們全部都嚇得跑回家躲起來了。 卡瑪佐茲在米克策欄裡,對迪諾斯的言可是比虎姑婆還要可怕的傳說。 特佩烏解釋完,就僅剩她一個得天獨厚的迪諾斯在原地了。 這下子都沒有迪諾斯幫忙修理船了,這讓小文西跟尼莫們感到困擾。 而且這裡離奇情一查這麼近,難道不會有危險嗎? 於是大夥討論決定先想辦法搞定卡瑪佐茲。 各德所長還特地使喚要光兔一起幫忙,畢竟吃白飯什麼的可沒這種好事對吧? 光兔雖然很不爽,但是她的確也不是喜歡吃白飯的類型。 確定了喪失來源的方向,特佩烏因為很在意也跟著一起進了密林。 卡瑪佐茲的所在位置很可能是位於一個名為康的廢墟,據說是一片不祥之地。 接著特佩烏就開始講古起來,康是個為古老的都市。 奇情一查就是參考康而造成的。 究竟是因為天災還是人微遷徙,使得康最後淪落為一片廢墟呢? 這實在是過於古老的歷史,現在的迪諾斯們並沒有傳承到這個記憶。 畢竟奇情一查的神官是從奇情一查建造完成才存在的。 不過據說康的失落與第四次滅絕有所關聯。 特佩烏曾經跟神父說過,根據太陽的教會,以前米克特蘭的太陽曾經迎來一次休眠期。 漫長的黑夜讓大地上的迪諾斯們陷入長久的睡眠,一睡就是十萬年。 在那之後醒來的迪諾斯只有一成。 小雯西由此舉一反三的推論,迪諾斯的基因保存技術遠超於人類。 於是總算到達康的廢墟,眾人在環顧四周的同時。 高揚斯卡亞提醒立香頭上的風景有隻騷蝙蝠在飛呢。 於是充滿失意與張狂的騷蝙蝠又登場了。 雖然對於人類行動的速度感到滿意,不過人數上卻讓他不太滿意。 於是唯我獨尊的老子表示要立香給個輕視自己的理由。 立香則是問了,你跟特斯卡特利波卡是一夥的嗎? 雖然這個問題畫風輕奇,反而讓卡瑪佐茲感到新鮮。 人類你引起了我的注意。 卡瑪佐茲告訴立香,他的確收了不少特斯卡特利波卡的貢品。 而且以知識為代價,讓卡瑪佐茲別去攻擊爆頭人。 在那之後,隨著加勒底的到來,特斯卡特利波卡又去找卡瑪佐茲交易了。 他說要改變冥界線的存在。卡瑪佐茲就以令咒為代價給動了。 這就是他倆的堅…交情。 原來是你請我用的電線交易啊! 卡瑪佐茲犯話遲早要跟特斯卡特利波卡賭上米克特蘭幹上一架。 另外也可以選擇嗆卡瑪佐茲,這裡又不是冥界線。卡瑪佐茲會像聽到笑話似的笑個不停。 難道老子在冥界線以外就不足為據了嗎?還咆哮一番,你傲慢你該死!以下慮。 最後還是稱讚一下立香的勇氣,卡瑪佐茲認為人類就該這樣嘛,而越來越想取代立香了。 他對召喚術很有興趣,尤其是可以召喚死去的戰士這項技術,可是慘的不得了。 本來卡瑪佐茲打算在第四冥界線把立香的腦袋給砍了。 不過聽到剛才立香的狂妄發言,他認為有必要矯正立香的夜郎自打。 騷蝙蝠表示他才不是什麼只能在冥界線叫囂的東西呢。 這時卡瑪佐茲嫌棄地說,吸過同樣血的物種就不會再吸了,殺掉就行。 接著召喚了康的戰士。 LLA後,左邊 黃沙佑 接著召喚了康的血臓是比較的。 順康的血臓是無用。 在哪里,我才能为你 我希望你 不死亡的河安的战士 你能够增加那些同胞! 我希望你能够伸出 你能够伸出 我能够伸出 有多多量的血池 我能够伸出 原来,清美者 我能够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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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芽根河原寇 熱を帯びなさい 丸みアドワーズ 蹲抜けながら是非 未完の馬よ 傷害 凶負 停止 駆逐は前陣未到 未完の馬よ 輝ける輪立ちを残せ 人生はとても楽しい ビューティフルジャーニー この世にはびこる延々のジャーニー 味噌に払う輪が静石 我便加上你 今次世界大戦 剛好 令人有盡 此外 友好 我相信 我相信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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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你 在黄昏的時刻 再次進入 再次進入 最初の島 罪の都 最後の竜は我の人 集中 煙卓の守護者達 ラウンドオブアバロン 駆け抜けるは前陣未踏 二冠の馬よ 輝ける輪立ちを残せ ああ 人生はとても楽しい ビューティフルジャーニー よーし やっつけちゃうぞー バッチリ いけるっ 豊明の馬よ 輝ける輪立ちを残せ ああ 人生はとても楽しい ビューティフルジャーニー 豊明からに 憂いなくも もうね 手を残たい 重要で 脇を残した 横の音を取り上げて うるい 鬼の奪い 力が大切に打ち えっと 注意したら もちろん弱体を探して 人生はしっかりしたら 探して出転し 見ろとファンの後 きくれ スペンで対して 一番戦闘の登場 おかしくなった 勉強をして 好, 要っつけちゃうぞ 下がっているように さあ 前に進むと このスリル 輝けよ 駆け抜けるは前陣未到 二冠の馬よ 輝ける輪立ちを残せ ああ 人生はとても楽しい ビューティフルジャーニー 一学生は 残りも 出来る 最終的に 突入 スライト 敵 寒暗 一旦 冬天,用船戰,用船路必殺,原船,清河, 幻想野獲,才能百合,亚人ång,所謂的無人 好, 太粛製防御, 始末! 最後の竜は我が命 集おう 煙卓の守護者たちは ラウンドオーバーバロン この世にはびこる 年のジャンル みそぎ払うは我がしずいし 私 全開でご奉仕いたします 聖剣六甲 ここに検査 ここに検査 chance 要來吧 輝 為了 要去的 憂憐 要去的任何人 要去的 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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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 要去的 能力 要去的 能力 夫人 最後の竜は我が命 集中 煙卓の守護者達 ラウンドオーバーバロン この世にはびこる霊夢じゃ みそぎ払うは我がしずい 私 全開でご奉仕いたします 数点一行 ここに検査 ドラッシュ パレッタワー キヨメカマ 皆目の一つ 恵とならん 早だけですよ カルエルアロッタワー キヨメカマ 沿回 prze行 我甚至在 我甚至在 把握 我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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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獲得 Clarke 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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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有趣,美麗的旅遊! 卡瑪佐茲看起來超嗨,這樣打下去根本沒完沒了。 不得不說康的廢墟根本卡瑪佐茲組長,因為地下可是滿有十萬枯骨。 只要死靈屍不斷召喚海骨,那麼就沒有活人能夠進得了騷蝙蝠之身。 立香打算讓瑪修朝卡瑪佐茲推進一條路胖揍他, 但是特佩烏指出這樣卡瑪佐茲會飛上天,讓瑪修被海骨包圍就危險了。 最適合當誘餌的還是大一點的目標,特佩烏此時理智的毛睡子劍,大夥都嚇傻了。 特佩烏講完就衝進敵陣,然後要其他人先行撤退。 大夥就看到特佩烏啟用了像是電磁裝甲的光環, 堅固的防禦圍繞著海骨戰士。 欸不是原來特佩烏你還能打架的嗎? 羔羊絲卡亞用汽油彈炸出一條退路,立香吵特佩烏喊著會盡快繞回來救你的。 接著戰術撤退了,藉由通訊已經知道消息的卡多克與哥爾德所長正在船艙這裡想辦法。 恐爪龍十一兄弟一邊著急想去救特佩烏打死,可是又一邊戰斗個不停。 畢竟卡瑪佐茲對於迪諾斯而言是比死神還恐怖的存在。 恐爪龍老七已經去祭壇那裡向酷酷而砍求救,不過卻在這種時候找不到人。 哥爾德所長想著難道只剩下對手魔術實戰戰鬥派卡多克、 阿斯特拉院精英煉金術達人西勇,還有身為作戰指揮理性派魔術師的自己, 以及好像還能做點什麼的穆尼爾這四人可以上了嗎? 西勇順便吐槽,來個我不是戰鬥型的魔術師啊,像什麼連續技啥的? 啊我說那個月季格鬥。 這時跳出來大喊抽牌,不,我們愛惜法老尼托克利斯終於要出場休一波了。 畢竟要對上死者的話,身為民府管理者的尼托克利斯可是擁有最佳的事情。 說起來,木乃伊的技術的確比一身海骨要來得更有技術力的感覺。 在趕去營救特配物的路途中,尼托提到先前曾經遇過的七面鳥。 原本他以為只是這鳥叫的特大聲,後來看別人反應才明白,過來,這七面鳥來頭不小。 七面鳥的提叫能召喚附近的死者,而尼托的靈感頻道又與常人不同,是常識開啟的, 所以那時候才會被七面鳥的提叫給真暈。 這件事倒是給了尼托一個靈感,利用死亡呼喚聲引發的妨礙點搏,作為牽制卡瑪佐茨死靈史的能力。 總算回到了現場,見到仍然在苦苦撐著的特配物,這時候還照著康之戰士的攻擊的句子。 是在苦中作樂嗎特配物? 見找立香他們回來又樂得開心的卡瑪佐茨, 囂張的問著這次帶回什麼必殺技回來啦,是火焰風暴還是疾病呢? 這都是各個太陽力毀滅的原因啊。 結果當卡瑪佐茨一眼看到新來的尼托,表情突然大變。 尼托此時把冥界之境展開,控制住了成千上萬的骸骨。 卡瑪佐茨如臨大帝,居然在冥界以外的地點傾聽死者之聲, 這讓他震驚地表示了尼克特蘭才不需要卡瑪佐茨以外的死靈史。 見到童鼠心就慌了嗎? 起見上了 已是你倉 Indones Scholte 羽子又知念 Volume用出來 多 Şimdi 獲除кие 咪 rug 除了以外皆淫謝的聲音 現在再易 你幫然生意 不敬礼 要不然… 飛出前に… 売れの見せ所ってやつ… 分かります うん 魔法糸 抜刺 バレル 解放 砲身 根性で固定 スピンスター 壁とアウローッド 痛いのは… 不正直 ザ・プ Eastern フォルス よ ファランの移行を、ここに 特別換扱いた。 曲述しの技 屍の鏡圧 在寂寞的地方,在扉上, 恐怖を誇る 暗中寝蓋受精 不敬は駄目ですよ 要遍 我でしょう 要戦 要戦 當然 懲罰 是 懲罰 此為 是 是 小 命 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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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是泡泡的溶解 鞋子 正太に許可信任 特別に 悪徳の報を受けなす 何必要做到的鞠,何必要做到的事, 能不能逃避。 謝謝,這是大家的負荷。 於是我們尼托就這樣把人家的死靈大軍給爆了, 卡瑪佐茲實在太火大,氣沖沖地抓住尼托, 怒問這到底怎麼搞的? 不過卡瑪佐茲並不是真的氣憤, 而是很認真地問其尼托難道每個攻他驅使的死靈都能夠記住其名嗎? 尼托表示當晚了,因為那些都是身為法老的臣民, 就算失去其身他也會尊重其英明。 聽到這裡的卡瑪佐茲忍不了了,氣得全身寒毛都炸開, 還飛上天空盤旋,想散開心中那槍莫名的火大。 他嘴上遷怒尼托,還遷怒人家的耳朵, 氣到要去第四名界線泡溫泉療養。 結果人家尼托也沒爭打到卡瑪佐茲, 騷蝙蝠是活生生的被氣走的。 至於卡瑪佐茲真正氣在哪裡,在場的人是無從得知了。 特佩烏也被平安救下, 尼托還被誇獎這項壯舉會在七星一查舉行祭典慶祝的。 於是卡瑪佐茲的恐怖傳說總算由尼托打破了。 成為化身為打破不可能的勇士, 本人還沒搞清楚狀況, 就莫名其妙的在祭壇上接受了迪諾斯們的歡呼。 劍橋繼續開著被中斷的會議。 比起斬斷空想書,先阻止戴比特的目的怎麼看都該是最優先的。 畢竟現在空想書連個影子都沒有, 但是戴比特想利用ORT毀滅行星卻已經是近在眼前的威脅。 若要阻止他,首先得要搞清楚戴比特打算怎麼喚醒ORT,以及ORT到底是什麼。 但是這些情報也只有戴比特知道,總不可能跑去本人面前問吧。 若是能知曉戴比特來到米克特蘭所做的蹤跡,總有可能推敲出一些可能。 不過現在上哪去找這些情報呢? 在一旁光明正大偷聽的大猩猩女神突然開口詢問, 只要知道隱匿者的行動紀錄就好了嗎? 那只要去天文台梅茨提特蘭,就有迪諾斯可以調查的說喔。 那還真是踏破鐵邪武秘處,得賴權不費功夫。 原來庫庫爾坎是打算過來找立香跟瑪修英偉祭壇的迪諾斯們又在嗷嗷待哺等故事聽。 結果一進來就聽到這段了,她也不是故意偷聽的就是。 梅茨提特蘭究竟是什麼呢? 先前提到的是第七層的天文台。 在《犯人類史》中,這個名字代表月之領域的名稱,小文西猜測在這裡是能夠俯瞰米克特蘭全境類似月亮的設施。 在觀測所梅茨提特蘭中,有個很擅長此道的孩子能夠提供幫助。 既然能比庫庫爾坎更熟悉米克特蘭的全境,那恐怕是跟庫庫爾坎相似的存在吧? 庫庫爾坎也不否認,因為他們是很相似的存在。 如果說庫庫爾坎是新的太陽,那孩子就是新的大地。 她絕對不會離開出生之地,就在第七層的天文台。 名為《末日關廁所》梅茨提特蘭。 是米克特蘭成立時存在至今的新之魂,其分身《山星公主衣修即可》。 也就是Archive Earth 的居住區。 這是恐龍人斑拜的地球機嗎? 於是得到這項新情報的大夥都有了新的目標,那就是前往第七層天文台梅茨提特蘭。 作為頂級戰力,庫庫爾坎被戈爾德所長拜託與立香他們同行。 而卡托克與戈爾德所長則是留在船艙裡,尋找並破解的。 而戴彼特在始終塔時的行蹤記錄。 於是剩下的時間,立香與瑪丘就順道去祭壇, 解救被團團歡呼已經被包下講故事的尼托,以及繼續講述新的異聞帶冒險。 這次講述的中國異聞帶,迪諾斯們點評以及述說自己對這個異聞帶的想法。 迪諾斯們肯定中國異聞帶的運作方法,但是也發現不再進步變化的物種, 其實是一種原地踏步甚至退步的境界。 史皇帝作為唯一的真人,原本開拓疆土就是實施物種進化的一種方式, 但是卻被侷限在自己所造的長城之中。 雖然肉體能夠不牢不死,但是精神卻無法辦到, 以至於到達了身為人類的極限。 令人悲傷的是,在那個世界也沒有其他人能與史皇帝必見, 這個異聞帶最終只剩下他一個人。 迪諾斯們聽到這裡都由衷的感慨其他異聞帶真是厲害啊, 就算臨近毀滅也也想辦法要活下去。 迪諾斯們換作自己認為是沒法辦到的, 因為他們根本不在意物種的繁榮或進化。 雖然迪諾斯們忌憚死亡,但是卻不會忌憚滅絕。 多虧了聽過其他異聞帶故事的緣故, 迪諾斯們明白迪諾斯並不懼怕滅絕這件事, 因為迪諾斯們一直認為自己是為了更偉大、更巨大的存在而存續在這片大地。 雖然說不上是什麼,但是迪諾斯們明白這個世界可以稱得上是完美世界。 接下來就探討哲學面了,這樣的世界是否能夠像其他異聞帶一樣有所意義呢? 這是個無法用三言兩語就能辯論出來的問題。 業力 特佩物找到了鬥士龍瓦庫牆。 雖然看瓦庫牆因為失戀而無精打采,但是特佩物仍然得詢問瓦庫牆能否作為幫手 一起與迪諾斯一行人前往第七層天文台。 瓦庫牆覺得迪諾斯人真是厲害,天文台說去就去, 他小時候也不過就跟爸爸一起去天文台看了那麼一次行星。 但是一想到奧爾加也會同行,瓦庫牆就又變扭了起來。 特佩物正好告訴瓦庫牆這件事,奧爾加瑪莉已經跟迪諾斯分道揚鑣了。 根據以往迪諾斯表達出來的訊息透露,其實尤瓦爾加是迪諾斯的敵人。 特佩物把尤瓦爾加可能是異星神的身份, 與先前大家透過聽故事得知的犯人類史、白紙話等等情報一一抽絲剝繭, 將原本是敵人的尤瓦爾加因為某個偶然而成為迪諾斯的暫時協力者告訴瓦庫牆。 這場相遇就是徒勞,是一場終將結束的美夢。 太陽遍歷之間,神官烏瀑布因為不安而一直挥斥鬧脾氣, 看到祭壇因為那些外來者的故事而讚頌。 這些迪諾斯們又對墨西各城的繁榮視而不見, 這真是逼得烏瀑布一口老血都要噴出來了。 話說神官烏瀑布是翼龍吧,果然跟其他的迪諾斯很不一樣,充滿了比較心態。 羅特佩烏說的,在空中飛得一個雨水裡游的迪諾斯本身就是異類這一點, 烏瀑布的行為還真是妥妥的完美演繹了這種行為。 神官烏瀑布對於泛人類史帶來的文明腐蝕了米克特蘭這一點大叔特殊, 其他的神官聽了,都拜託烏瀑布別再講這種大不敬的話了。 以烏瀑布自傲的自己是天空唯一選中的迪諾斯這點, 認為自己才是得以匹配米克特蘭的主人,是立於頂端的迪諾斯。 接下來就討論起密謀與敵對勢力伊斯卡莉的太陽奪取作戰這個利誘。 雖然烏瀑布一開始感到不屑,但是現在若要提到大義名分也有聽一聽的價值。 下回待續